5、4、3、2、1 博弈論 今天我們會講一講一個挺特別的話題 因為近來其實講政治講得太多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很沉悶 尤其是好像沒完沒了的爭吵 另外大家都好像未想到有什麼新出路 或者聽到消息很多都令人都不是那麼開心 所以今天我們講一些比較情感的事情 好嗎 就是這樣 現在不是很多爭吵 是爭吵沒有了 你覺得那個問題是因為已經沒有了爭吵 已經被人打得不緊要在一邊 所以不是多爭吵的問題是沒有爭吵的問題 我想之前爭吵會更厲害 問題是你所謂的沒有爭吵 我不是很認同的 因為剛剛上星期才吵到 大家都知道這個總辭事件和DQ事件 不過我跟他們之間是不需要有所謂 共識 共識 贏輸的 我覺得就吵到有點悶 今天的題目是我定的 所以就我講了 好 我們今天是講寂寞 怎樣寂寞化呢 你有沒有寂寞的時間 任何人都有寂寞的時候 你盡量把寂寞時間減到最少 就是你找些事情做一下就不可以 為什麼要把它減到最少呢 因為去到我這個年紀 已經沒有時間去寂寞 你什麼年紀 你也是剛剛五下鬆一點 但問題是我要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太多的寫作 太多寫作計劃要處理 所以就變了沒有時間 寫作其實你視為一個計劃 這個定義 香港的文化人很少用 通常都是說我現在寫著一本書 或者說得很文咒咒 我現在就在這裡提升我的情緒 或者我的一些的靈感 你不是的 我現在有很多寫作的計劃 你真的好像當它 我不敢說是工廠 但是你那個想法真的有點怪怪的 和一般寫作人 我不是工廠 因為我已經想了我將會寫什麼 如果將會寫的應該是我 其實由現在全力去做 要做80歲的時候才能做完 所以我想盡量去做 我覺得那件事是 我做的事都蠻exclusive的 包括是寫完成了我的小說 我有大約五、六套小說是需要完成的 之前寫了一些修改 變成一個system 有些歷史的書 有大約六、七本 關於中國股市的書 我已經找了資料 我已經出了兩本 《股市密碼》 《易經密碼》 但通常都是 出了之後才發現怎樣寫 所以就要再由頭寫過 大約五本書 是總共工學股市的 再有一堆是 講一個政治理論 講一個政治理論 由頭做美再 develop 一套 我以前的人的政治理論 全部都不太對 我要再 develop 另一套政治理論 去解釋 我認為對於現世的政治能力 是解釋得很清楚的 即是有一些諸如此類的計劃 是寫作計劃 要復興的 我們拉回來 現在是講寂寞 你什麼時候會寂寞 寂寞和悶有分別 寂寞的寂寞 寞會有一個心靈上的空虛 但現在我沒有 為甚麼 我覺得我心靈很充實 怎樣充實 我最多是河包空虛 但心靈一定充實 我有事情要做 即是有很多unfulfilled unfulfilled to be fulfilled 的人生目標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寂寞 即是我想寫東西 我寫東西 那些我寫的東西 已經想好了 只不過我沒有時間去做 因為太多 人又喜歡花錢 出去玩 所以就變了 所以我沒有時間去做一些 應該去做的事 應該去做的事 其實人生 你說現在就不太感覺到寂寞 那哪個階段 是你最感覺到人生 是最寂寞的 年輕的時候會寂寞一些 因為很多東西 你還未寫到寂寞 你覺得其實 寂寞有一點 你覺得 寂寞一些 你覺得 你不知道 將會的路怎麼走 這種是叫寂寞嗎 不知道要怎麼走 是 譬如你自己一個人在家 我覺得不是 你自己 如果你 你那種悶 不是叫寂寞 即是你家 你不要解釋我的感覺 即是那種 即是如果自己一個人孤單 那種 你可能覺得你怕悶 但如果是寂寞的話 你會有一種心靈上的空虛 即是如果有定義上 心靈上空虛 可能你沒有工作 但你很信神 於是他心靈的時候 他就歸了給神 於是他不會覺得寂寞 如果你的心靈上有很多東西 你不會覺得寂寞 你不會覺得空虛 你不會覺得什麼 你只是覺得悶 沒有工作的時候 那天不知做什麼 不如拿手機出來打機 就是這樣 但如果 我認為悶和寂寞 要分開 寂寞是一種 是一種 你 除了什麼之外 你是沒有工作 你不知道應該是怎麼做的感覺 我明白你說什麼 如果在我自己去分開兩樣東西 其實我不是很想分開寂寞和悶 因為這兩樣東西 有時候都好像兩兄弟一樣 是 如果你說我自己的寂寞時候 就是譬如有時候 如果以前譬如我兩個小朋友 在香港的時候 當然那個時間 或者大家想的東西 溝通 那些 就是一個很充實的時間 譬如我現在 其中一個小朋友 去了別處讀書的時候 那種的感覺 就不是說 那麼容易去 因為 他是不是說 跟我少了 而我覺得悶 其實這個不是的 那種不是 那種不是 那種可能是悶 但如果你說寂寞的話 我想是那個 你的人生裏面 你好像那個方向上面 你去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需要去找回一些東西 去令到自己再有一次的思考 或者追求 你都是淺的 所以可以先接華 你折磨 你折磨是沒有目標 剛才我一早說了折磨是沒有目標 而那些 如果普通的那些 好像某些那些很悶 所以我跟你說 我不會覺得 因為我知道自己 我很清楚 知道自己是要做什麼 所以不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不會有那種感覺 即是你由現在到80歲都不記得 我寫東西 我寫東西 為什麼是這樣 寫東西 寫東西 有些人說作家很寂寞 他們不覺得寫東西是一個職業 他們寫的東西 大部份人寫的東西 都是沒有價值的 我覺得寫東西是有價值的 為什麼你覺得你寫有價值 人家寫沒有價值 喂 古龍我也很有價值 古龍寫的有價值 我這樣說 我大部份人寫的沒有價值 我寫的沒有價值 不是代表古龍寫的沒有價值 你看古龍的小說 很多罪 他說他有一種一定要寫的感覺 是的 你說的這件事 我想價值就是在於 我到今天 我仍然覺得古龍有一些東西 其實他經常在他的小說裏出現 而這些東西 其實金融比較少 是同一個感覺 在不同的小說裏出現 譬如陸頂記的感覺 你不會在天龍百步裏找到 但是古龍的小說 其實那種的空虛 那種一個武者 或者一個武功高強的高手 那種一個人在江湖裏面去打滾 甚至乎我記得他很喜歡用那些劍 一把劍 一把什麼的劍 這幾句類似是這樣的 我不記得了 但是你很令人感覺到 那種感覺就回來了 所以他的價值就是在於 他是用文字是能夠帶出一種感覺給你 而這種感覺是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的 金融這樣說 那是一個很表面的技巧 但是金融他 其實古龍金融也寫了他自己 金融你覺得他看不到他那件事的flow 但是你只要看回他的人生 你會發現他的人生的思考方式 就是他在小書裡表現出來 他的故事完全是 從書記憲所到六頂記 到少澳江湖到六頂記 他就表現出他的思考方式 而古龍也是 他完全寫作的時候 他就表現出他的思考方式 究竟他是想怎樣 究竟他是想怎樣 古龍他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他那個人 我覺得反過來 古龍就是寫到那裡 他那一陣子想到什麼 或者他的感覺是怎樣 每個人都是 我覺得金融是基本上的套路 像你所說 我想和他的人生很有關係 古龍也是 他是很有部署的 不是 他是沒有部署 我覺得金融是一陣子 不是 金融的人生是沒有部署 但問題是他到最後 你知他 由書記憲所到反昆 反昆開始 到六頂記 pro清朝 兩個人從頭到尾轉 到書記憲十六的時候 那些人陳家樂 狗狗 為了香香公主 就奉獻了香公主 奉獻了香公主 給了乾隆 然後乾隆 好像見到女人發誓狂 為了女人 就瘋了 然後再奉獻了江山 到六頂記的時候 比較realistic 大家做一個正常的人 做一個正常的人 大家覺得 推薦清朝也沒有用 清朝也是好 那個心情 他一直從四頂江湖 《天龍八報》的時候 他的心情發達之後 到了中國的政治 我問你講一下 你覺得其實他每一套小說 都是想說某一個時代 而他在那個時代裏面 他對中國的政治的感悟 但是我想說的是什麼 其實反過來我覺得 如果你說一個 真的寫到那裏 想到那裏 以感覺行先的一個作者 其實故事爛尾的機會 是絕對大於一個 基本上是一早已經想好了 或者拼好了 我這樣說我沒有 金融所有故事爛尾 我就想說 我反過來 我覺得金融所有故事 的尾不是太爛的 不是 因為你沒有看金融的原版 金融是完全 金融所有故事都爛尾 金融一開始的時候 偉小報是否供高手 我所說的爛尾 是你究竟存不存在尾 而且反過來 如果你有看 我知道你有看 譬如古龍的故事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爛尾 不能說爛尾 只是古龍的故事 你不會覺得有很大的 起承轉合 甚至乎不會出現 你說到那種就是說 我由天龍八博開始 或者去到陸頂紀 我會見到一個人的思考變化 古龍是沒有這件事的 你覺不覺 古龍從頭到尾都是這樣的人 古龍你沒有辦法看清楚 古龍的 因為你根本上沒有過他的生活 因為我的生活和古龍比較相似 那我都猜到 但你不會像他喝那麼多 是 因為古龍就是一個寂寞的人 他每天起床的時候 他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這個就是古龍最大的問題 古龍的問題 你看到很多人 很多事情 我是不明白他做什麼 但問題是我要長大了 才明白他做什麼 例如你說銀歐賭方 銀歐賭方 銀歐賭方講的什麼陳靜靜 你記不記得陳靜靜 李霞那幾個女主角 其實那個女主角 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 是做什麼 其實他套祖的時候 那裡台灣南部的人 去了 他們那時候的成熟 去了台北去做雞 做完雞之後 然後回到擴盛中心 有些隔得好 有些隔得不好 有龜舖在那裡 就是你一定要 為什麼無端端 他們很小 一堆女子 一堆女子 然後那些女子 為什麼會無端端中間認識 其實就是 他將那些這樣的套路 他將以前 他將自己生活到的生活的人套上去 就是為什麼會有一些 他很多是黑社會 他英雄無慮是黑社會 英雄無慮是黑社會 英雄無慮根本就是黑社會打盪 英雄無慮根本就是黑社會打盪 《三雪兒的劍》本身是黑社會 他其實寫了很多 《劉色木鐵面》的黑社會小說 其實他寫了很多黑社會小說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這樣的 我自己看 或者我自己的感覺 古龍的小說和金融的小說 其中一個在主角上的分別就是 一個 古龍的小說很多時候的主角 不是很好打的 《小李飛刀》我不覺得這麼厲害 《小李飛刀》 《第二好打》 其實是第三個 我知道 但他不是說 例如錄小鳳 其實他裏面西門吹雪 還有一群人 好打他 但是你會見到 就是金融的小說 其實他那個主角 那一身的武藝 其實就 基本除了《魏小寶》最後一本之外 前面那些 《小澳江湖》等等 其實那個主角 就是重心 但是 古龍的小說 其實那個主角 如果你說在江湖裏面 他未必是一個重心 即未必是重心中的重心 可以說 我不知道我看得對嗎 就是我覺得 古龍的小說 其實他是從一個小人物裏面 再去看他世界環境 然後就 因為其他的主角 有些好打過他 或者有些是比他更加深計的 是令到那個主角都受其牽引 我講不到給你聽 因為你講的是一個武功的 即是沒有入世界的 我講的是一個他寫作的世界 就是一個寫作世界 就是一個作者如何將他的心注心力 去貫注進入一個小說裏做 然後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因為古龍 他覺得他自己不是在社會上面 或者他自己的社會崗位上面 他覺得他不是一個 真是這麼能夠操控自己命運的人 我自己猜 這個就是 他那個作者 那個心態和那個狀況不同 即金融他本身是一個社會戰爭 他也是一個社會戰爭 他也是一個社會戰爭 他很小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 就已經覺得要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其實好像陸小鳳一樣 你看到他周圍都有很多老友一起幫忙 基本上但是 你看小澳江湖 令茂聰就不是 令茂聰有很多老友 我告訴你 郭靖就沒有朋友 是的 陳家樂之後手下沒有朋友 金融以前沒有朋友 金融是後期才有朋友 金融是發作達小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金融的小說本身就是 反映了他當時 每一個小說都是每一個作者都是寫自己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我寫小說 因為我寫小說的 我寫武俠小說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寫的就是我的心態 那你覺得你是像金融派多些 還是古龍派多些 都不像 還是王逆派 都不像 王逆肯定不像 我不看王逆 你不像王逆的嗎 王逆那些叫YY 他不是小說人 是打遊戲 他不停發生一些事 他只是講了故事 以前的諸葛青雲 這些你有沒有看過 跟我們差不多 我全都看過 我全都看過 那你最喜歡誰 金融古龍 你也是金融古龍 神州旗和血流居都看過 《聖大明報》 其他全部都寫得很難 《聖大明報》 是早期和後期的 即是他有一段時間 很短時間 大概三年左右 寫神州旗又寫得好 寫血流居也寫得好 很有氣勢 其他那些全部都很垃圾 我就不敢說人好垃圾 這句你講我 是 我自己講 不過今天和周遜 從寂寞講到這個小說 或者這個武俠世界 我覺得都可以等大家 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 能夠放鬆一下 下一次大家再聊一聊